黄瓜明明是绿色的,为什么不叫绿瓜,反而叫黄瓜呢?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看似无聊的问题呢?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历史缘故的。 黄瓜原产于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外南,热带雨林地区。 最初的黄瓜为野生,瓜带黑字,味道很苦,不能食用。 后来野生黄瓜经过长期的栽培改良,谷味变轻,浪漫开始食用。 根据我国历史记载,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,张谦初始西域, 引进了很多农作物的种子,像蚕豆,葡萄,还有黄瓜,开始在中国境内推广种植。 那时候从西域引进的物种起名有个特点,喜欢在前面加个胡子, 于是黄瓜最早被叫做胡瓜。 胡瓜由于产量高,口感好,在我国得到了长期的发展。 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有一个名叫石乐的杰族人,就是汉人口中的胡人。 他到了今天的河北擎台地区,登基做了黄殿,建立了后赵王朝。 听说此地的人称过杰族人为胡人,石乐感觉有一种蔑视的意思,他大为恼火。 于是制定了一条法令,无论说话还是喜欢着,一日严禁出现胡色,为者定长不饶。 此时人们就想,不叫胡瓜该叫它什么呢? 有人就提出,因为真正成熟的黄瓜外皮成黄色,就叫它黄瓜吧。 有人就问了,黄瓜成熟不是露色的吗? 怎么变成黄色了呢?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黄瓜,都是没有成熟的嫩瓜。 人们在种植和食用改良的过程当中发现,当黄瓜还没有成熟之前使用,口感是最佳的。 变黄了再吃就没法吃了。 民间不是还有一句话,来形容成熟的黄瓜吗? 叫老黄瓜刷绿漆,装难。